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季的核心净利暗季提升9%到14% 不过去年免税期间造成比较基础高 按年来看则下跌23%到26% 基于过去三个季度的平均售价 行家推断出第二季平均售价会有所下跌 因此估计上半财政年核心净利会低过行家和市场的预测 肯纳格投行下坎 精明财政年核心税后归属股东净利 来反映平均售价的下跌 同时保持跟随大势评级 但调低目标价到5令吉45仙 然后再来反映平均售价会有所下跌